中国网络电视台 中国网络电视台 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避风侠熊猫基地的幼儿园 欢迎来到我们2016年 熊猫新春联欢会的现场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六只可爱的熊猫宝宝 为了方便大家记住他 我们给他们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 分别是圆滚滚 圆滚圆 圆圆滚圆 滚圆滚圆 滚圆滚圆 等等 好像我自己也分不清楚了 让我们忽略这个问题 大家看 小团的们对今天不值一期的幼儿园 非常感兴趣 别挡住我 让我先过去 圆滚滚显然对这个 长得像竹鼠的东西产生了兴趣 妈妈就爱吃这个 虽然颜色不太对 但是让我也来尝尝吧 你别跑呀 让我吃一口啊 幸好你没吃到 不然你就蒙爆了 爆了知道吗 滚圆滚最喜欢的就是六了 六六六 看来今年最六的团子就是你了 六六六 哎呀真是丢脸啊 六六六 有话好好说吗 你们怎么就知道吃呢 六六六 你们牙掌齐了吗 六六 接下来是圆圆滚 但是为我们表演他精湛的球技 记得那是2014年的夏天 我的小舅舅参加了 那届世界杯的衍生节目 熊猫开球 我可是历史成为球场王的男人 不 男熊 哎呀呀 最受小团子们欢迎的 还是我们的吉祥物 侯赛雷啊 还可是受到了最惨无人道 呃最热情的招待 哎你怎么跟我们展的不一样啊 来让我看看 你能吃吗 要后别跑 让我们打仗三百回合吧 哎哎哎哎 怎么打起来了 快去画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美国华盛顿动物园的小朋友 贝贝发来喝点 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的小朋友 凤一仔发来喝点 呃你倒是说话呀 看来我们的凤一仔 非常喜欢他的搭档 但是我非常想知道 那位赛雷猴小朋友喜欢你吗 广州长龙动物园的小朋友 月月发来喝点 你倒是说话呀 我不会说话呀 而且不是说 我只要卖萌就可以了吗 好样的 哇哦 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 小团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喝上团圆奶了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盆奶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盆 2015年过去了 谢谢广大饭团们 对熊猫直播的支持和喜爱 在即将到来的猴年 熊猫直播祝大家 一猴平川一猴当鲜 万猴奔腾走猴上任 天猴熊枯 冰桥红壮 猴不停蹄 快猴加鞭 牛高猴大 向车保护 利兵莫猴 猴道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